高雄市轮船公司为了带动高雄更多观光客 以及促进古山骑津的观光 带来更多总体经济效益 宣布渡轮的优惠票价将在延长到年底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民众前来高雄游玩 高雄市轮船公司为促进古山区、骑津区 观光客带来的总体经济效益 宣布延长交通渡轮优惠票价 至109年12月31日 原本这个优惠方案是到今年的8月31日截止 当然我们考量到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蛮大的 各行各业包括旅游业 其实对营收也是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原本我们想说 是不是借由今年的这些中央所推出的纾困计划 然后交通旅游的一些补助 我们再加把劲就是说把整个优惠延长到年底 轮船公司表示 希望借由这一波优惠票价延长 能带动观光客来高雄游玩 希望能够对这些旅游有产生一些贡献 那我想没有错 轮船公司对疫情的影响营收也是蛮大 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波的延长 能够多寄注一些观光客到我们高雄来旅游 来搭船 那也增加我们轮船公司的一些营收 轮船公司表示 原事办的渡轮高雄市民现金优惠价 高雄市民搭乘渡轮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 即可享有现金投币全票25元 机车25元 高雄市民优惠票价一并延长至109年12月31日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